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与动视电视频道的新闻节目 今天节目的正能有 政府总理范明正出席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式活动 越南外交部长裴金山摔团主席东盟与钟士涵外长会议 越南女足队长出现在2023年女足世界杯宣传海报上 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8月4号再主席府会见了正在对越南进行访问的 日本群马县治世山本仪态 任政府强调 目前日本继续成为越南的主要经济伙伴 第一大官方发展援助提供国 第三大投资国和第四大贸易伙伴 双方在旅游 劳务 人力资源排选 地方合作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正身福建议今后山本仪态鼓励群马县企业加大对月投资 特别是在高科技绿色农业 加工制造业 辅助工业 数字技术 人工智能等领域 继续推进人力资源培训合作 重视并为旅居该县的越南人生活 学习和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群马县治世山本仪态表示 它将一如既往地为培育越南与日本之间的良好关系 特别是推动群马县与越南各地方的经济合作而努力 今后群马县的企业代表团将访阅并在数字 经济技术和制造技术领域进行投资 山本仪态同时表示 将加强群马县与越南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培训合作 越南国家银行8月4号举行银行业数字化转行日 值此之际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同国家银行和各商业银行领导座谈 谈讨有关稳定空观经济 抑制通胀 确保各大平衡促进增长等的措施 范明正总理在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数字化转型是影响所有人的客观因素 因此人民必须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中心 主体 驱动力和目标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有效解决国家 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劳动生产率 竞争力 生产经营效率 为人民和企业降低成本 同时帮助各级各部门提高行政管理能力 范明正总理强调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日活动 显示了越南国家银行的努力 信贷机构 支付中介 人民和企业界的积极响应 范明正总理表示 信息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 仍面临出多困难和挑战 要求银行业着力克服局限和库足 继续进步加快数字化转型进度 满足要求 实现既定目标 特别是进步发挥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作用和意义 提高数字化转型对银行业和经济体的效率 与动社助柬埔寨记者报道 8月4号 越南外交部部长裴青山 率领越南代表团 出席东盟与中国 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 同韩国外长共同主持 东盟韩国外长会议 详细容 请看下面的报道 东盟与各伙伴国一致认为 这类与和平 稳定 克制序发展 和繁荣的对话与合作 是双方关键的核心 各国一致同意加大合作力度 力政在疫情后全面且可持续复苏 东盟希望与东北亚伙伴国 在公共卫生 数字化转型 创新技术 智能基础设施 实力资源质量 绿色且可持续发展 等努力深化合作关系 并提高合作质量 另外 各国还希望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 环保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发展海洋资源等领域的合作 培青山外长强调区域合作机制中坦诚对话 真诚合作 以质量为导向的重要性 他认为 东盟机制正在发挥其作用 为本地区互信与合作作出有效攻险 培青山强调 除经贸的优先事项外 各国应提高责任感 积极参与地区一体化和互联合同过程 所段发展差距和促进次区合作 当天 东盟各国外长与英国外交部 负责亚洲事务国务大臣 阿曼达米林召开会议 双方一致同意协调全面促进 新建立的东盟英国对话关系 之前在政府7月份例行接纸会上 越南公安部办公厅主任 公安部发言人苏恩苏中将 解答了媒体记者有关于德国 西班牙和杰克大使馆通知 暂停向越南新版护照持有者 签发签证的提问 苏恩苏中将强调 越南新版护照遵守2019年 越南公民出入境法中的规定 满足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条件和标准 此外 日本 韩国 瑞士 蒙古等 其他许多国家的护照 也没有显示出生地 苏恩苏强调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仍然公认越南的新版护照 截至目前只有德国 西班牙和捷克这三个国家 由于部分基数因素 而暂时不公认新版护照 上述三个国家的共同原因 是越南新版护照上 没有显示出生地 难以查询和验证身份 为了方便越南公民出国工作 学习和旅游 公安部和外交部正配合德国 西班牙和捷克有关机关 解决技术问题 具体 公安部决定在新版护照上 住民出生地 在必要的情况下 越南公民可以到公安部出入境局 或越南驻外代表机构 在备注业上补充出生地 公安部也同有关机关 配合研究相关法律规定 以在新版护照上补充出生地相关信息 另外8月3号 英国驻越大使馆发布通知称 英国继续公认越南的新版护照 此前7月28号 法国驻越大使馆宣布 法国仍然继续公认越南新版护照 并在另行通知之前 照常签发签证 越南航空局代表3号晚 接受运动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过期中国宣布 从8月4号中午至8月7号 在中国台湾附近地区进行军演后 越南航空局已与各家航空公司 召开会议 部署飞行计划 以确保飞行安全 越南航空局局长丁岳生表示 中国的海军演习 对越南与美国 台湾 日本 扛国间的扛线造成影响 为了确保安全 各家航空公司将按照规定调整扛线 避开演习区域 在扛油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 调整扛线 亏使扛程更长 飞行时间更长 成本更高 越南航空局指出 越有60汤扛班将受到影响 其中越扛受影响的扛班最多为36汤 越节22汤 主扛也有部分扛班受影响 2022年香港东西经济走廊贸易旅游投资国际展销会 在香港市会展中心举行 8月3号晚正式开幕 东西经济走廊贸易旅游投资国际展销会 是香港市的年度活动 为东西经济走廊上各地方介绍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创造便利条件 这同时也是与香港市建立对外关系的各国家和地方 国际组织介绍其潜力 又是寻找投资生计的良好机会 此战共设419间展位 吸引来自全国各省市和中国 印度尼西亚 泰国 日本 韩国 美国 缅甸 老沃等国的八个国际组织参展 按计划2022年香港东西经济走廊贸易旅游投资国际展销会 将为8月8号结束 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民刚签发了政府第93号决定 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平民刚签发了政府第930号决定 批证2023-2030年在旅居海外越南人社群中退从越南语式的提案 该提案旨在提高海外越南人社群对越南语的认识 退从越南语在社区中的美丽和佳哲 此外鼓励动员和表彰在海外越南人社群中 为维护和传播越南语做出积极贡献的个人组织和协会 保持海外越南人家庭在日常交流生活中 适用越南语向外国人传播越南语的 该提案提出了一些任务和解决方案 如每年9月8号举办越南语日活动 定期举行寻找并授予 旅外越南语大使称号的竞赛活动 旅外越南语大使的任务是通过公众活动 媒体 新闻 艺术等方面的活动 推广越南语 各位观众参加第11届东南亚残疾人运动会的 越南体育代表团又传来了一个喜讯 在第五个比赛日 越南游泳运动员表现出色 打破五项记录 国外越南残疾人体育代表团摘下了五枚金牌 五黄银客在男子500米蝶泳S8级赛项中 以30秒47的成绩获得金牌 创造新记录 这是五黄银客在本节比赛获得的第三枚金牌 正式比如在女子50米蝶泳S6级赛项中 以42秒60的成绩获得金牌 并打破东藏会的记录 魏石恒在女子100米蛙泳SV6级赛项中 以1分51秒77的成绩获得金牌 并创造了新记录 杜青海在男子100米蛙泳SV5级赛项中 以1分34秒12的成绩获得金牌 打破新记录 在接力游泳赛项中 五青宋 杜青海 明河 河黎靖达等四名运动员 以20分的成绩获得金牌 并打破了东藏会的记录 这是越南残疾人游泳队第六次打破东藏会的记录 国际足球联合会在官方粉丝专页上 发布了2013年女足世界杯宣传海报 越南女足队队长黄世玄如 荣幸作为出现在这张宣传海报上的 许多优秀球员之一 在代表着22支球队的球员的照片中 越南女球员黄如因位于前列引人注目 这对于首次获得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的越南女足队来说 是巨大的认可和荣幸 黄如出生于1991年 查中人 她从小就热爱足球 亚足联公布游望在全球最大的女足赛事 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上 大放逸彩的六名女球员名单 越南女球员黄如在名单上有名 2023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 将于2023年7月20号到8月20号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举办 这将是越南女球员学习和积累经验 为越南足球的发展 共享力量的良好机会 各位观众 过森礼又交成年礼 是越南山罗省牧州县的传统信仰仪式 其标志着一个男孩 成为一个男人 并能证明其在社会上的地位 对瑶族男性来说 过森礼是逢瑶男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 该仪式已被共认为国家级废物质文化遗产 瑶族成年男性在结婚之前 都要举行一次过森礼 如果没有举行过森礼 也等于未成年 没有资格参加村里各种宗教仪式 和共同事务 今天山罗省牧州县 潘郎乡李德中家庭从早就热闹起来 村里人都纷纷显来他家 参加他儿子的过森礼 过森礼由巫师举行 巫师将摆设祭坛 包括祭祀画 摆布 灯 蜡烛等等 行礼时要有罗征 牛九号 铃等传统乐器伴奏 过森礼为成年男性祈求健康成长 走向成年人的世界 他们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和家族的家规 除了严肃的礼仪部分 过森节也有热闹的娱乐活动 村里男女老少会在罗征和铃声中 一起唱歌跳舞 今天爷爷奶奶为我举办过森礼 我很高兴 我希望会快快长大 好好学习 我一定会努力保护摇族文化特色 过森礼经过摇族人历代相传 仍保留至今 2016年 过森礼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保护口红洋少数民族文化做出贡献 我们以加大对过森礼 等传统节日的宣传力度 还特别开设一些有关过森礼的培训班 让大家充分了解其意义 目前过森礼还颇收前来山楼省旅游的 远近游客的特别关注 因此山楼省正在努力 把包括过森礼在内的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打造成为该省的旅游新亮点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命令